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市公所接获县政府1999县民热线的通报 表示万寿雨水大牌 招人请到废游 市长魏家燕立刻派人前往勘查 并且请全管单位县府下水稻科和花莲县环保局派员来处理 进行后续的稽查取缔工作 魏家燕市长也呼吁民众要发挥公德心 勤务贪异己之变 破坏生态环境 污染了水资源 3号下午民众通报 县府1999发现花莲市万寿雨水大牌内 扶着大片油渍施工所工程队第一时间到现场勘查 经查并不是抽水站机组漏油或者是人员的疏失 研判疑似不肖人士请到废游所导致 今天跟昨天其实都很生气 那昨天大概中午的时候我们接获到我们的 国胜里的所有的里民以及我们张之宇里长的通知 那疑似有人在到我们废弃的机械油 那在我们万寿抽水站这边 那我们立即的通知了环保局来做一个检测 那疑似是我们在上游的部分 来做我们的拖乱到废游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我们刚刚又到这边 又疑似又有人在盗人 那在这边也要跟我们所有的民众说 如果有发现 那请立即通知我们的环保局 或是我们辖区派出所 市长魏家彦4号在前往关心废游的处置情形 他也呼吁民众要发挥公德心 不要把废弃物垃圾和油污随意倒到溪流 或者是拍水沟里 那在这边也恳请我们所有的乡亲 那当我们的西畔的我们的巡查员 假使有人再到这些我们的废弃的一些油 或是不明的议题 那都麻烦通知我们环保局跟辖区派出所 那我想维护我们所有的美轮溪 甚至于我们出海口的这个部分 因为这几年我们整治了 我们整个美轮溪跟出海口 我们花费了非常大的功夫 那也希望说让我们原生的鱼类 都有可以栖息的环境 那也请不要再乱到这些废游 那在这边也请我们所有乡亲特别来抓 我们乱到废游的不肖人士 市公所表示如果民众发现 有不肖人士任意请到废弃物 可以通报县政府1999 或者是花联市公所报马载系统 也可以寻求李林长还有李干事来帮忙 一旦接获举报 市公所会派员前往勘察 也通知全责单位来处理改善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